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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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一位古兮之年的老人 2014年1月 李正接受摄制组的邀请 和我们一起沿着当年远征军1980的进军路线 再次走进神秘而险峻的高离宫 殿西多寺庙 建于唐代天宝二年的光尊寺 是一座如是道三教合一的古建筑群 1943年底 魏立皇接替陈城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后 将司令长官部从云南楚雄前推至宝山马王屯 便于就进指挥 1944年5月5日 远征军滇西凡湖的作战会议在光尊寺召开 会议由魏立皇主持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西连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 及所属各军长师长全部到会 美军顾问团团团长弗兰克多恩准将受邀出席 打电里气氛紧张 满面慈悲的神像 默默的注视着人世间即将开启的战断 将领们面色凝重 此时他们讨论的已不再是韬链与计谋 而是具体的记忆战术细节 其实军令部下达的作战方针早已确定 以侧影驻印军攻击米芝娜 打通军艺公路没入地 令远征军强渡怒江攻占腾冲 出人意料的是 同在5月5日这一天 日军的作战会议在盲室召开 盲室与宝山相距300多公里 中间隔着高丽贡山和怒江两大天然屏障 两年前 日军56师团由碗钉入境 近战怒江以西地狱后 一直以此地作为师团司令部主地 日军的作战会议 由第56师团长宋山右三中将主持 参加会议的 由师团所下148连队长 藏众康伟大作等指挥官 会议的部署 与远征军的作战意图针锋相对 即首先在沐江西岸设防 继而转移到高丽贡山层层阻击 最后在龙川江河谷 对远征军事实各个击破 对峙双方统帅部的作战会议 竟然在同一天召开 这到底是巧合 还是另有隐情 笼罩在高丽贡山上的战争迷雾 考验着远征军的判断力 从远征军的作战部署来看 当时在北线是由第20级团军担任 作为主攻方向 南线由第11级团军担任 仅仅以四个加强团进行侧应作战 这个部署就像是打了一个右勾拳 这个从整个这个部署来看 显然是不了解敌情 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这样一个作战部署 反观日军 第56师团的总兵力 一万八千余人 面对数倍余击的远征军 竟敢将三分之一的兵力 调往缅北 增援第18师团作战 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 谁都不会想到 是此前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帮助日军摸到了中国远征军的底牌 1944年的2月 我们中国方面的一架军用飞机 因为大物迷航在腾冲迫降 被日军俘获了 飞机上有一名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少校 身上戴着密码本和远征军部队的人员编制表 这些都称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因为这个 所以日军摸到了我们的底细 日军战事里记载 从此以后破译中国方面的密码非常容易 将军们为不开战争迷雾费尽心机 身处战斗一线的士兵 则每时每刻都在通过身边的变化 感知战争进程 2014年5月 设置组在日本九流米市 试图寻访当年在腾冲被俘的日军第56师团卫生兵吉野孝工 经多方打探 得知吉野孝工已经去世 但他留下的一本名为腾越玉碎记的小册子 却详细记录了那段历史 弩江对岸 敌人的行动突然变得活跃起来 重庆军打着夺回云南的口号 已渐渐完成了反攻的准备 迫于这种严峻的形势 我们驻遮放卫生队 也被编组到前线部队里 而开始忙碌起来 吉野孝工等人从遮放卫生队调到腾冲的时间是1944年2月 恰是迷航的中国军机被日军俘获之际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日军通过破仪密码 掌握远征军战略部署的事实 弩江 中国西南的著名大江与蓝沧江金沙江在横断山脉齐头并进 奔腾南下构成三江并流的第一支奇观 1942年 正是弩江挡住了日寇深入中国西南腹地的侵略步伐 1944年 又是弩江 成为远征军边西凡宫中必须征服的第一道天线 历经七十年岁月沧桑 当年远征军抢住弩江的这个渡口 如今仍在使用 这些在和平环境中从容百度的人们 已经很难想象当年那场战争的血腥 5月11日 中国远征军在弩江沿岸九个渡口 发起全面反攻 此时 滇西的雨季已经来临 雨季作战 对攻防双方 尤其是攻防极为不利 所以 无论当时还是时候 选择这个季节开始反攻 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其中饱受诟病的 就是蒋介石与美英首脑的讨价还价 延宕了时间 当时呢 中国美国跟英国三国的这个巨头首脑 曾经在开罗的这个埃及的开罗的这个高峰会议的这个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 那就是呢 中国的部队呢 这个远征军呢 进入反攻 协助反攻 缅甸 但是前提是呢 那蒋介石当时的要求是英国呢 一定要这个从印度呢 这个提供这个海 海军的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美英三国既有共同的敌人日本 又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考量 在出兵缅甸联合作战的问题上 三方博弈的结果 以蒋介石的让步而告终 游历于进攻的旱季已经过去 雨季带给远征军的使漫天的风雨 遍地的泥泥 河谷的炎热 和高原的寒流 以及因此大量增加的人员伤望 渡河的船只很杂幽 包括征集的沐船 自制的竹筏和美军提供的橡皮艇 为了显示破釜沉舟的决心 威力防全部 大军渡江后 所有船只返回东岸 集结待命 为了打好反攻第一仗 对作战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部署 史蒂威将军也抽派了大量的美军 教官对中国远征军的官兵 进行纪战术的培训 当时还在蓝沧江和尔海 对中国的工兵部队进行草度的训练 提高我们部队渡江的勇气和技能 由于兵力不足 日军并未在沐江西岸滩头全线设防 而是采取聚首要点以小股兵力激动迎击的战术 这使得远征军最担心的遭遇对方半渡而击的情况 基本没有出现 5月11日傍晚至12日浮晓前 反攻部队一线兵团同时在预定渡口 抢渡渡江 远征军主力成功渡江的消息传到重庆 蒋介石于13日向罗斯福致电报捷 美国陆军部长史听生评论说 中国军队渡渡江出击 是东南亚过去一周内盟军作战的重要新闻 远征军将士还没有从顺利渡江的喜悦中走出 便立刻陷入了养工高离贡的巨大困境 这是一条被无数人视为未途的行军路线 70年前远征军第20集团军54军1980主力渡过奴江号 沿着这条陡峭的古道开始养工高离贡 为了考察当年的战场环境 体验远征军作战的艰辛 设置组备族四天口粮和野营帐篷 在当地马帮的协助下 于2014年春节前夕 踏上了高离贡山的千年古道 高离贡 紧坡语的意思是母亲的山 作为鹿江和龙川江的分水岭 它纵跨云南西部 南北绵延600余公里 海拔最高5128米 中部垂直高差在2500到3000米之间 形成罕见的垂直景观和立体气候 冥军之中 设置组仿佛仿佛在与远征军将士同行 而几名当地赶马人 恰好是远征军老兵的后代 和1942年相比 远征军与日军的态势已是攻守转换 抚养意味 日军设在山腰及山顶各爱口的阻击阵地 正居高临响 如同张开的血盆大口 等待吞噬阳宫中的远征军 我们刚才做了一些计算 这个鹿江的平均海拔是600到700这个范畴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平均这个海拔是2800 那么我们到鹿江的这个垂直水平距离呢 是20公里左右 这样算了一下呢 这个中国远征军从鹿江 这个开始向高临共山的挥坡攻击的 平均的这个坡度是超过了45度的 居高临下急目远眺 对面迷蒙的鹿山 以及鹿山和高临共山加之中 宛若游龙的鹿江 尽收眼底 用地图与现地对照 大致能够看出 当年日军的防御阵地 以山势层层抬高 第一个台阶叫马安山 第二个台阶是小横沟 第三级台阶是徽坡 徽坡是到达高临共山顶的必经之路 为了夺取这块阵地 远征军1980 592团的官兵 在这里 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在徽坡因为无事 我们这样的正面功 始终是有问题 因为什么到底 因为他就在徽坡布局里 那是一次把两队的第二大队 整个在徽坡 小炮 机关枪 它在那里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据点 沿着徽坡这个平台 有一圈主阵地 他们均设在山的棱线位置 机枪火力完全可以覆盖 整个山下的广阔区域 克服了这个徽坡之后 上去看死人很多了 因为他这个人 打过来 上去上去上去 就给日本人搞了几次 满地都是 都是这尸体 日本人也有 中国人也有 那个猪区也白白的 在眼睛里 在鼻子的嘴巴里 在帮腿里 这样子 满地滑 看起来 那个味道也很难闻 就这样子 那看起来确实很惨 五月十八日 经过三次反复争夺 回坡镇地终于被攻下 第一天的行程异常艰苦 当设置组赶到宿营地时 天已经完全黑了 一寸山和一寸蟹 七十年前 围绕一座滇西小城的 轮陷与光线 留下了太多的血色记忆 召唤我们踏上寻坊 与探索之旅 我们的足迹 这几天气大地 因为这里的山川河流 乡野田丑 都还铸刻着战争的业绩 我们翻阅神秘险峻的高尼谷 登上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 只为体验云层线战斗的 残酷与飞装 我们找到每一位健在的老兵 记录下他们最后的人生影像 他们曾经的忠诚与勇敢 将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记忆 一曲飞鸽 荡气回肠 穿越历史时空 在我们的耳畔 久久 回响 第二天清晨醒来 才发现这个叫茶铺的地方 是一处植被茂密 溪流潺潺的山间洼地 据考证 当年远征军1980的前沿指挥所 就设在这里 这是一个行金灶灶 在这一带呢 我们已经清理出六七个行金灶 然后这有水源 这冷水沟下来的水 那么这离冷水沟 离百分坡已经很近了 还有我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个宝掌 还有我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个宝掌 他当时来师部 来办事的时候啊 来的就是茶铺 他跟我们说的 当时一配高就在茶铺 茶铺距离冷水沟不远 摄制组抵达冷水沟时 太阳还没有落山 这里的海拔 已身高至3085米 植被明显稀疏 遍布山坡的 只剩下坚硬多次的灌木丛 和一片片枯黄的苦竹链 在周围的高地上 摄制组找到了几处 70年前的战争遗迹 这就是战壕 这是一个阵地 已经被这个辅助物快填满了 这呢 是日经的一个碉堡 这个碉堡呢 就控制这条小路 这条小路是一个独到 没有其他的路 冷水沟期很多人理解 认为战场是在下面 不是 他只是以冷水沟命名 他的战场是在冷水沟的 梁子上 暮色苍茫 寒意来袭 在冷水沟所营地 摄制组 按照当地几点先人的古老习俗 举行了一个独特的仪式 向远征军英烈 表达真诚的敬意 中部远征军 第二十集团军 第五十四军 第19八十 五九二团的官兵们 你们为了保卫国家 保卫中华民族 跟日本人一切奋战 你们度过度假 两宫高丽共山 你们没有能够见到 恒重的解放 你们就在这安息了 我们今天来给你们献饭 给你们垫酒 烈士们 你们安息吧 中国人民 不会忘记你们的 从灰坡到片马 从冷水沟到红木树 每一路养工 都是无休无止的血战 而在整个高丽共山战役中 从灰坡到冷水沟 再到北斋工坊这一线 远征军冒死养工 艰难推进 日本兵曾曾走机 剑刺后退 这是双方死人最多的战场 也是让至今健在的远征军老兵 终生难忘的地方 这是我才是在航空东头 我的脚踪好 也不出面哦 最后是我们第一年 上科以后 身体无国人 全地死亡 然后我们这个 连科 这个连门 死了之后 有五国 而且贵手扶上 人家在高丽 白天 完神 下义 在五十天 就是 十天 都是下着义 那么一天 请进行 一百五十法子 我这就 扣完了 人家赶紧 白发子 自然就送背影 那人家们 就 就 就送背影 把团长 团长还说 是 必有办法 要保证着你这个枪拔表我肚子来 枪拔表我肚子的时候 不得打仗了 打不仗了 打不上了 国家那个鹿江翻山 到了草江山口 一直起开 一直起开 其实是人 没死人 是难以 难以改在行脖子 改朝 这些叫留在外 在高御宫山 这个 愣死人 去大死人 是相互对比 大死人 也只等一百 愣死人 也等一百 又是愣 又是我 你我呢 我呢 一直愣住 三十国 四国 四五国 多数 谁呀 谁啊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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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死了 关于远征军在高御宫山上被冻死的说话 似乎让人难以置信 实地一走才知道 虽然反攻在夏季 然而阴雨 极恶 高海拔几个音速叠加 最终造成了部队大量飞战斗检员 它是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 你在下边 在陆江边呢 是七百多八百左右的海拔 啊 它是在雨季啊 那是夏天 很烟热的 啊 但再往上走 逐渐就凉了 一直上到三天海拔这个时候啊 一到夜间 那就是冬天了 高御宫山只要一下雨 游雨便是冬 摄制组翻越高离贡山 是在一月中旬 从怒江河谷出发时 天气很热 只穿单一过沟 第二天 夜速冷水沟 气温降至摄氏零下八度 虽然有帐篷 睡袋棉被 仍然感觉寒气低人 而当年的远征军 根本没有这些保障 对于高丽贡山 在夏季会有这样巨大的温差 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因为是夏季 穿的是夏装 还有的呢 从照片上来看 穿短裤的都有 我见识自重兵是穿短裤的 在中日双方的战史中 均有关于冻死兵员的记载 远征军1980 仅冷水沟一战 就冻死多名士兵 南路攻击部队36师 第107团 一夜 即冻死官兵200余名 就在第20集团军 与主攻方向达的复合拆交的时候 隶属于第11集团军的八十八师加强团 在平嘎附近的战斗中 获得了一个后来改变整个 远征反攻部署的重大战果 5月16日 第八十八师加强团 击溃一股日军 打扫战场时 他们从一名被击毙的日军大卫身上 搜获作战命令一份 在这份作战命令中 远征军反攻作战方案 被列为第一条敌情 而其部署完全针对远征军的作战计划 第11集团军总司令 宋锡连看了以后呢 大骂 这个 他判断是 我们这个高层出了这个日军的这个大卧底 大白类和这个汉奸 所以他打电话给魏力皇 要求立即改变作战部署 魏力皇接到报告以后 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这个作战沙盘 血密事件 在远征军高层引起很大震动 魏力皇甚至怀疑 重庆统帅部有内鬼 尽管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会是那架迷航攻击惹的货 但魏力皇还是做出了一个正确决定 调整反攻部署 以第20集团军为右翼攻击军 攻取腾冲 第11集团军为左翼攻击军 攻击目标为龙铭和王氏 至此一路主攻一路侧影的原计划 改变为两翼展开全线反攻的态势 右勾拳变成了双风贯耳 牺牺牲在高丽贡山的年轻生命中 不仅有中国军人 也有美国军人 据远征军54军战斗降报记载 在攻打挥坡的战斗中 美教官夏波尔中尉 一随队冲锋 引弹殉命 夏波尔是反攻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位美军军官 年仅22岁 在腾冲国商墓园里 有一片盟军阵亡将士墓地 暗葬着19位盟军军人 其中军衔最高的是一位美军少校 名叫麦穆瑞 西洋余晖下的这座山村 宁静祥和 这里曾是远征军仰攻高丽贡山的 另一个重要战场 同54军一样 53军在这一方向的战斗 打得也格外惨烈 大堂子 恶高丽贡山进出南斋工坊的咬冲 美军顾问麦穆瑞少校 就牺牲在这里 我们寻找那个梅穆瑞的 那个地点的时候 前后走了很多次 才最后一次偶然的找到了 吴朝明老人 他办了一个很小的抗战博物馆 他自己写的一本书里 写了在那个田头寨的那个寺庙 一个美国军官 两个中国军官 在那被 埋葬 那个地方在大堂子上边 清晨 摄制组从冷水沟出发 开始了第三天的行程 在漫长的岁月里 人才马踏走出来的千年古道 更像这一条 年长而曲折的战壕 脚下 裸露的山石 长满苔藓 头顶 巨大的树冠 遮天笔日 当年 日军在这样的天然战壕里激动 既隐蔽又防空 太阳升起的时候 摄制组登上海拔三千二百米的 北斋共防压口 一位诗人曾经引诵 假如没有战争 高离贡山的黎民 比天堂更寂寥 然而七十年前 这里的寂静 却被漫天的战火 所惊扰 同我们熟知的许多名山相比 高离贡山的日出 不算壮丽 然而 笼罩这片山边的历史的天空 主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充满血色 登上山点 一路仰攻上来的远征军将士 终于可以俯瞰 烟雨迷蒙的龙川江河谷了 而美丽的腾冲把子 也已经遥遥在望 翻过山梁 虽是一路下坡 许多路段依然陡峭难行 不经意见 一段石器的残墙 屹立在路边 传说中的北斋工坊 到了 这个北斋工坊呢 是一个出家人 在这做行善 极具过往的行人 在一个行善的地方 当时日经占领以后啊 这个在战争的时候 日经用来堆尸体 北斋工坊 位于高丽贡山北县 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一度马帮穿行商旅不绝 战争中 这里则又成为 以赴当官万夫莫开的所悦 在历史的长河中 北斋工坊几经战乱 如今只剩下一片荒草 极度残缘 在高丽贡山北县作战中 北斋工坊是一块南肯的骨头 从6月10日开始 腰肚发师对北斋工坊手敌 发起最后进攻 战斗持续了五天 期间 日军148连队长藏众康美 曾亲率主力通入北斋工坊 接应被困粤鱼的日军残部突围 远征军正面强攻受阻 594团团长秦子斌 亲率第二营一步迂回到北斋工坊背后攻击 不幸重担 身负重伤 战斗最激烈的事 1980特务连长曹英哲 赴密到一线独战 晚年的曹英哲 住在台湾台中市 当年曹英哲是远征军中 善于思考的年轻军官 战后从台湾 逃入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 军阶不断上升 退休前被陆军少将 回首70年前的那场战事 曹英哲除了对挥波战斗 记忆深刻之外 他还清楚地记得 秦子斌牺牲时的情景 594团团长 为什么他在那里定网 因为他负伤 大抬断了 又没有直升飞机 又抬去从山上抬到 过了路上 一直在流血 要把血都流光了 所以没办法 就再弄水沟就死掉了 把他背下来 最后团长也牺牲了 这些战士们 大家很多是要为团长保仇 敌人公司 修刁包 混一层 数一层的大树 预保人处理树 这个砍到架到高头 这个炮弹打到高头都打不开 打不开那个碉包 最后我们是从那个 手榴弹塞那个碉包里头 不再打开掉了 在某种程度上说 中国远征军 是中国最早与现代化接轨的部队 不仅装备了大量的美式装备 而且还编配了很多的美军顾问和教官 按照美式教范进行训练 但是从战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来看 这支部队的整体素质 距离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美军顾问团团团长弗兰克多恩 对中国军队指挥上存在的问题 虽多有批评 但更多的是正面评价 他曾对记者说 渡过沐江的中国军队 进入的是高不可测的困难地带 数以千计的罗马和夫尼滑下冰冻的碍道 坠下几千英尺的深沟死去 战斗是在云层覆盖 海拔一万一千英尺的冰天雪地之中进行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海拔最高的陆上战争 堪称云层上的战场 云层上的战场 在当地留下许多传说 84年85年 我和高的共产有那些存在采访 他们就告诉我一个故事了 他们说每到七八月份 每年七八月份 一阵精锐一阵闪电打击清晨 然后我就听见 天上 这种声音 从北斋高峰传到南斋高峰 中间相继录十里 然后再从南斋高峰传到北斋高峰 这种声音从天上传到地下 再从地下传到山上 神秘主义者宣扰 那是鬼魂之障 是死于高峰传的幽灵之间的战争 唯物主义者解释 那是高峰共山的磁场 陆下的战场声响 越过北斋高峰传 越过北斋工坊 这种声音随风荡漾 新罗齐步的村庄 绿阴覆盖 吹烟缭绕 此情此景 赏心悦目 近日来 生活在阴雨埋葬 暗无天日中的焦躁苦闷 一扫而通 心情豁然开朗 军心士气 为之一阵 俯瞰是美景 比进多战斗 通往腾冲的进军路 注定充满血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